下日热烈烈 不少主人都喜歡帶自己的毛鞋 去游山換水 但竟然暗藏奪命危機 有狗狗因此喪命 我三隻狗都種了 醫生說這種歐端螺旋菌 基本上是露鼠的尿液所產生 尿液可能透過水源 狗仔不小心舔到、喝到 然後就會入了身體、入了血 然後滑入了血液循環系統 攻擊他們的腎、肝 初初發現病徵完全不明顯 它好像是關節炎 走路時好像後腿一樣 不太能走 我初初真的以為 可能游完水後很累 讓它休息一下 然後再發現它開始… 我想我29日發現它的關節有點問題 這樣不能走 然後到了那晚的晚上 開始發現它不吃東西 簡直覺得它很累很累 它累得好像有些活動能力 都減得很退 其實當時Adrian四隻狗裡 裡面三隻都感染到歐端螺旋體 有兩隻在獸醫診治之後 情況已經穩定 不過大隻一點的Rocco 就沒那麼幸運 身體多過器官受損,最後離世 看看資料 這兩星期最少有五中九隻 感染歐端螺旋體事故 牠們之前也出現過在西貢豪冲 至大南湖一帶 以及清水灣附近 西貢一向都是放狗的熱門地點 歐端螺旋體 這次在西貢一帶大爆發 狗主又擔不擔心呢? 很擔心 會少一點過來,或者不過來? 現在少一點帶出街 而且真的出街的時候 不會讓牠… 譬如在坑渠位、污垢的地方走 之前我們也會去海灘 現在還是不要去了,去泳池玩就算了